你小夫要是给男妈说痛了 男妈不催你 你不就不为难了吗 那么跟老妈那么说 那么本是男妈对夫哥还是有好感的 对不对 但是男妈现在就是肾起病了 怕你这么拖来拖去 我跪宁谁手搭了 结果那夫哥那么家里问题 一直没解决好 那么将来以后你又不鉴定 不要跪宁了 那怎么办 现在就是说通过这个事情 叫小夫呢 抓紧事件 回家去谈 如果实在不行的话 也被当妇女精致 对不对 我也就是了解我的 就是了解我妈妈 就是按道理来说 就是我妈妈的话 也就是不会去赶夫哥走 因为自从我妈妈以前 就是给 就夫哥给我妈妈表态以后 然后我妈妈都是对夫哥都很好的 还是挺喜欢夫哥的 因为夫哥的话他 做人做事都很让我妈妈满意 所以我觉得应该我妈妈会不会就是 就是家人们还有没有其他的这种原因 然后我妈妈也给我讲 你们现在就要做什么 就是妇哥 就是要迈出一步了 一个是跟这边阿姨呢 先跟你妈妈先安慰一下 就是说 别着急 接着呢 她就应该去努力性跟她父母去沟通 如果就是说 那么实在就是说 我就怎么说 那你就痛不了 那你就是说 就要决定之所放弃了 就是说 我不坚持了 那么你精致的你该相亲相亲 你不能莫里两可 这么就是叫你去 就是你去相亲 你跟她的就是说 你到底是喜欢不喜欢 我鉴不鉴定 要鉴定的话 就是咱俩现在就是说 和父母 可我这么 因为父母病了嘛 我跟父母好好守话 对不对 叫父母等时候 我接着我就马上回家 和你们父母去谈 因为我已经到了这个 谈和人家的时候了 这样是就是说 促进她的小父做出决定 你不能说你家老不同意 你这一辈不同意 你这一辈 那俩都不经历 老这么样谈呢 是不是 你这个事情 就是小父呢 又应该做出 不能老这么吐 所以现在回家呢 就是说 今晚妈妈叫 叫男朋友呢 那俩一块 就是说现在 就不今天这事情 已经处先了吗 就是说 他再有机会来一趟 完了 就是说 信平契合嘛 因为本身其实男家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 太大的压力 主要是考虑 小父女们压力太大 如果将是拖来拖期呢 也难为了 那个什么 你的男朋友了 完了还不愿意 就你放弃 意思高 你别来了 其实你妈也是好心 像你说的 也怕耽误 福哥那么的事业 你嫁过去呢 完了贵您还不幸福 就不给他那么多压力 这样子你就别来找了 既然 也别指引 你既然做不了 你父母的工作了 那你就别来老 欠舍这么 耽误这么了 这个话不能那么说 但事情就是那么回事情 这个就叫父哥赶紧回家呢 和你妈父母抓紧私间去谈 行还是不能行 是不是啊 叫他去沟通啊 对所以 所以我妈妈也知道 就我们家确实欠夫强哥 他们太多了 那欠钱 不是你嫁不嫁的原因 你知不知道 就像你说的 他再有钱 你不爱他 那你也不能去嫁 是不是 那父母就是考虑到吗 父哥你们嫁的压力 是不是太大了 他就老不接受你 你不耽误了吗 男的行啊 再拖点私间他可以再找 但是你们贵宁大了的话 当骂的 但也要着急了 是不是啊 尤其自个的条件 他那么条件好 随时随地找一个 可以取一个 这个没毛病 你应该跟父哥跟着说 如果要是说 你鉴定想 就那个什么 你别去相亲 那么我去咱俩怎么想办法 就是跟这么父母 暗礼他一下 男妈信你都肯定一步说 就不行 简决不行 你就放弃我贵娘 他不可能那么说话 对不对 即使男俩现在说 男俩合集好了 就是说 跟父母说一声 你不用催 就是说 就是说 我不同意金子去相亲 我这一辈子 非那个什么金子 我就想取金子 你放心 我这个回家 马上我就去 做我父母的工作 那就不是一个环宿门的吗 男俩那边 就是小父那边 赶紧回家 跟他那父母 该怎么沟通 怎么沟通 跟他那个不过 怎么沟通 怎么沟通 那沟通实在不行 他这么去不认 他自个儿 想怎么做 那就是他就是的 给他 允许他 一个月呀 两个月的事件 跟他妈说一说 那妈说 基本上就是说 他马上就进步 那妈就 就不能马上去 你再去相亲了 因为你心里有人 你再去相亲 就有点不合适 是不是 你怎么能相亲 你相亲最好 你能行下去 喜欢上吗 不可能 你妈妈怕脱离副总 所以叫副总 不要去找你 有些都怕脱离 所以跟副总 所说的都是好心 如果你觉得 要是说 就是想娶我 那就是说 回家里面呢 就抓紧事件 这么娶啊 不能这么说 今晚又讲 又要事业 又要娶媳妇 余佑和兄长 不能都得见得呀 总得有事件 赶紧去 把这个终身大事 给做好了以后 那事业 他有心思去做 这样事都当务事 是不是 那我应该怎么办 就是我要去 给副哥说什么吗 说对 你要跟副哥说 首先把男俩的 男俩的感情 就说出来 说这心理话 都多大C数了 该说喜欢也好 怎么个想法 你敢 你说我呢 为什么不去相信 因为我心里有你 所以我 不想去相信 但是我不知道 副哥你啥想法 不管副哥说了什么 给我打电话了 我先 我先给你 对对 你先你先挂一下哈 挂了挂了 嗯 挂了吧 喂喂 喂 等一下啊 怎么啦 阿姨阿姨你挂一下 我在哪里挂 我在哪里挂 等一下 哦 这里这里 我不会挂 啊 喂 喂 你还怎么了 没事 我刚刚打电话去了 怎么了 有什么事吗 没事 没事呀 就打电话 打个电话 嗯 就打个电话 咋嘞 喂 你还不睡觉吗 我睡不着 等会儿 等会儿睡 我要说我在直播吗 今儿门 那个我想问你个事啊 嗯 就是 那个 阿姨那个 她那个身体啊 是怎么计划的呀 是怎么计划的呀 我妈妈吗 嗯 对 哦 对 你这次叫来 我忘了跟你说个事情 嗯 不是 不是那个 我看她这个 有点严重 我妈妈吗 嗯 喂 嗯 能听到吗 能啊 我说 我感觉阿姨 她这个身体的状况 对啊 她现在 她现在嘴巴里面 全是那个溃疡 我的意思是 要不 带她来成都 然后去 好好的检查一下 我这边 嗯 朋友也很多 然后 你也不要去 考虑那个 什么费用这些 好不好 我觉得 身体才是最主要的 就是 无论 无论 你妈妈 怎么 就是说 对我是什么看法 我觉得这些 我觉得不重要 你知道吗 然后 我觉得 你可以和你的哥哥 还有你爸爸 他们三年一下 然后 来成都 我来安排一切 好吗 可以吗 我 怎么了 你 你这么把你 你现在你也别回答我 你回去和家里边删练一下 好不好 好吗 好吗 嗯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跟你说什么 就是你 就是 做什么 你都还是 就在想那些 我不知道跟你说什么 没有 没关系的 你不用说什么 好不好 我觉得你就是 跟家里边人 三年一下 跟你哥哥嘛 因为 你哥哥 他也读过书 我水平也比较高 然后 你们三年一下 好吧 其他的事 先 不管吧 我觉得 身体这个东西 还是最关键的 其实 上一次 我离开马边 今天那个时候 你妈妈状态都 好一些了 然后怎么 这次我看到她的状态 就 我感觉特别差 对啊 对啊 就是 就是因为 体质越来越差了吧 所以说 咱得抓紧时间呀 你们三年一下 这样呢 你们觉得 按照副歌的这个想法 去给我妈妈说的话 对吧 我妈妈会同意吗 那现在情况 是什么样的吗 他现在就是 就是吃不了饭 吃不了饭 嗯 那不可能不吃饭呀 他嘴巴嘴巴 全是泡呀 去看了吗 我哥哥那天 带他去乐山看了 然后呢 然后就 就开了一点药 然后就 反正那个嘴巴的事情 就好久都一直这样子 然后 就不怎么 为什么不说 为什么不早点去弄呢 嗯 我不是跟你讲 我有什么事 你可以给我讲吗 为什么不给我讲呢 嗯 嗯 嗯 你觉得什么 刚刚 嗯 没有 我在 我在想 你想什么 嗯 但是我跟你提了这个 我呢 哎 怎么说呢 就是 我呢 真心的是希望 无论是你 你爸爸妈妈 我真真心都希望你们好 你知道吗 我看到 阿姨她那个状态 觉得心里本也挺难受的 嗯 嗯 对那个大自然的一块 你说对了 喂 喂 喂 怎么了 你旁边有人吗 没有啊 说谁说对了 你刚刚说 谁说对了什么 你在干嘛 我 听了 我刚刚他怎么听到我说话了 啊 啊 你在干嘛 没有跟你打电话呀 你刚说什么 你 说对了什么东西 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个 就是我妈妈的事情 我妈妈也对我很好 怎么说 那我 我不知道 你 就是现在 你们 想什么情况 就去成都的话 说什么啊 对着 嗯 我认识你那么久了 然后我来你家 也来到很多次 无数次 你妈妈对我很好 知道吗 你爸爸也对我很好 嗯 我其实我不想说这个呢 就是 呃 其实哎怎么说呢 反正我还是 我觉得身体还是最主要的 你知道我妈妈去 就是在成都确诊的呀 就是在成都看了呀 所以你说 你说再去成都的话 嗯 我妈妈应该也不愿意去 前面就是 嗯 就一直都 而且他 都不愿意再去看什么 因为他觉得 每次去看的话 就要检查出另外的问题 所以他就不愿意去 你不能拖呀 你不能 就就不可能就这样就放弃了吧 对吧 一直在 保守治疗呀 我还是这么跟你说 有啥 你要一定要跟我讲 好不好 然后我跟你说个事啊 其实我本来 我那天下来的时候 我就跟你 想跟你说的 你知道吗 我爸妈这边 说什么 呃 我爸妈这边 我爸妈这边 就是说 呃 也没有对你有什么任何的意见了 你知道吧 我本来那天我 想跟你说这个的 我走的那天呢 然后 呃 哎 我 我也不知道 我 我说实话 我不知道怎么说 是不是 是不是 他的爸妈妈对我没人讲 反正我爸妈这这边啊 是不是啊 嗯 我妈的意思是 这个是我自己的事 因为 那你那个 小路妈妈呢 你呢 你你姑妈 我姑妈不管她 管她干嘛 不管她 对啊 她可以完全可以 就说哪怕 我说句不好听的 哪怕我结婚的时候 她不来 都没关系 你知道吗 她是你亲姑姑 呀 亲姑姑又怎么了 她 那我还是她亲子子呢 对不对 那 是吧 她还是对你还是挺好的呀 对我挺好的 怎么你不能老控制我呀 你是 真的是 我也不想 说 我不想说她的 就是为了一点面子 面子 面子自己的钱吗 说实话 就是家人们 我不想告诉她 我在直播 她觉得 她觉得 她 如果介绍这个 我不去 就没给她面子 然后她在别人那儿 就没 没面子了 我凭什么要去啊 是不是 嗯 就是 嗯 我这么说啊 金珍 我那也经历过很多事的人 你妈妈 她叫我不要来找你 肯定有什么原因 只是我没有去问她 因为我看她的状态不好 我怕 我怕担心她的情绪 我不知道 其实我一直 没跟你 我 包括我走的时候 我也没和你谈这个事 知道吗 嗯 我说实话 我 你妈妈对我很好 按道理来说 她 不可能 说叫我不要来找金珍 不要来找你 她说这个话 我觉得 不应该是从她嘴巴里边说出来的 但是我 我所以我觉得现在我在想就是到底你们遇到什么事了 你们可不可以给我讲 我也不知道 其实最开始啊 最开始我们认识的时候 我们俩 回忆一下吧 那时候你爸爸不同意 就你妈妈是 也没有 从来没有说过 哎 怎么怎么样 对吧 嗯 也没有说过 反正我从认识你 两年多了 你妈妈也没有说过 哎 付钱怎么怎么样 嗯 我觉得按道理来说 哪怕 不让我来找你 可能会也是 你爸爸说啊 或者什么呀 但是你妈妈说 我觉得特别 我特别好奇到底是因为什么 到底是那个 遇到什么事了吗 金子 你不要瞒着我好不好 有些事 遇到了咱们尽快的处理 有些东西是不能脱的 你知道吗 嗯 嗯 你妈妈跟你聊过这个没有 他就说 哎呀 哦 喂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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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嗯 怎么了 那个件呢我先下播了好吧 没事 喂 啊 怎么了